结婚的多吧 结婚的扎堆 离的分手的也扎堆 对 这是什么现象 这就是好现象 大家都不勉强 天下大事嘛 和酒必分 分酒必和 就这点事嘛 只不过现在把这个事都拿出来 就直接就都 那个谁 林志玲结婚 是吧 因为男友比他小几岁嘛 那我看到最逗的那个 我觉得评论太精彩了 那个评论是 极富这个表现力 比如第一个 我看那评论就说 就是这是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然后呢 旁边下面那条更厉害 下面说 我看这个是不良资产剥离 全是经济界术语 这就变成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娱乐了 娱乐 对 比听相声都过瘾 汪老师 给抱抱料 你了解的内情多 林志玲 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娱乐签内情呢 是这样 一般不告诉我们编剧 因为编剧有性格缺陷 就是他无法保守秘密 对 这个因为他没有的事 他都能编出来 对对对 所以人老说你们那个 你老举报说他们这个买收出去干坏事 都有你吗 我说我从来没参与 人不带上我 怕我缩出去 所以没事 你编我们也爱听 你给我们编编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群众爱看的这个八卦 基本上90%不是真相 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 在意哪呢 我一看 哎哟 不是真相 它是事实 事实不等于真相 假相 事实有可能是假相 这深了 你可以解释 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冰山上面10% 上面90%你没看到 那等着你呢 你比如说为什么离婚 包括有些选择什么时候公布 其实可能人家早离了 早分居了 为什么不公布 其实就要说到这些年有一个情况 就是资本化的情况 我们很多的明星 都参与到资本运作里边去了 不是说你想离婚就能离的 资本不答应 这些资本运作没有完成 你在这中间 你们俩都是 比如说明星夫妻 你们俩一宣布离婚 股民怎么办 投资怎么办 有很多复杂的背后的经济原因 还有就是代言怎么办 现在有很多那个商品的代言 你的身份特殊 你代言的商品特殊 在代言期内 如果你改变身份 比如你是个母亲 那你这个就要巨额赔偿 他是这个业内人 我是业外人 只不过我过去历史上 在那业内混过 就老听一耳的事 现在那个合同 我听说 我的有这么钱合同 那很吓人 你主演 你的体重在拍摄期间 不得超过多少 明白吗 你拍摄的时候 你突然变成一胖子 谁受得了 你这个形象下来 形象下来 没人看了 所以你作为男主演 你在拍摄期间 体重上限是70公斤 下限是68公斤 年的控制比重 对 你说这个 我确实觉得 就是说 咱们这个合同 你说怎么按 怎么叫依法 比方说 他们跟我讲 有的签 那当然 你这个艺人 违法犯罪 这个影响了你的戏 这不用 没有争议 因为违法犯罪是清晰的 但是他还有一条 就是你道德风尚 那么离婚算不道德吗 那么你就是 或者说到时候 谁来裁定 你家庭发生的 这个变故 叫做违反了 我们合约里所说的 这个不道德了 那么 没有说你不道德 只是说 你在我这个资本 控制的这个时期内 你不能伤害我的资本 是真的 因为其他上市公司 对于这个法人 包括他主要管理层的 这个婚姻状况 也是严格管控了 以后明星签合约 不准离婚 对吧 不准公布离婚 方舟 你这么爱八卦的 最近这一连串的 你们小朋友怎么聊啊 没有 就是我觉得 现在群众好像也变了 原来这个离婚啊 大家都说 都很纯情的 就是说 哎呀 我不相信爱情了 怎么怎么样 因为大家都是很纯情的 现在都是 哎呀 肯定早离了 肯定就是 误着不说 群众都知道真相 所以我觉得 群众都知道真相 现在大家也没有 原来那么单纯 觉得特别相信 这个明星的荧幕形象 现在都接受 他背后还有一套 最近这个现象特别明确 是什么呢 是在这一类的 就是婚姻八卦中 过去永远是离婚 远远大于 结婚的八卦 这次是结婚八卦 大于离婚 你比如林志玲 结婚 他有一个明确的数据 就那个网络瘫痪了 半个多小时都不通车 就所有人都要看 他跟谁结婚 怎么回事 过去就是 这个明星们一离婚 大家觉得天哪的事 现在大家觉得离婚 是个正常的 结婚是个不正常的 所以不正常的 就受到人关心的多 你觉得林志玲 为什么会找了这个日本的 那男的多好啊 那个男的 我不太了解 好在哪 就是那男的 因为他原来是一个 特别我特别喜欢的 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员 然后那组合原来非常非常红 而且那男的 特别特别温柔 就是我看过他上综艺节目 他对小孩啊 然后就包括 对工作人员非常好 所以我不太习惯 现在人老用什么下嫁 什么或者嫁丑男 或者鲜花插在什么上 就是这种 特别外在的标准去评价 我觉得那男的多好 因为我也愿意嫁 但是人家就不愿意 但是我觉得 特别好的一个男的 我跟你说 就是说这个 你看日本有一个女的啊 我这个名字要很谨慎的说啊 叫苍景忧 说对了 说对了吧 苍景忧 哎 清纯美丽 是吧 就是 不是 那跟苍景空的 什么关系 你好不容易绕点 什么意思啊 姐妹是吧 没有关系 苍景忧 哎 非常美丽 对吧 青春那个偶像 然后呢 日本那个粉丝也很不理解 嫁了一个说相声的 等于说 就是搞笑的 也是长得也就是不比咱们强多少吧 对吧 好 但是呢 他们就说啊 在日本很多特漂亮的这个美女明星啊 好像就爱嫁这个搞笑的 然后呢 这个苍景忧说了一句话挺好啊 就是说啊 他说你爱一个人 与其说你爱哪个男的 不如说我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我自己 就是这个女的他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 他自己的这个感觉 是他最满意的 哎 你看这也是一种婚姻观 婚姻观 现在就是很自私嘛 你这不是就这个意思吗 对不就这个意思吗 就是爱就我跟你结婚还是爱着我自己 哎呦 这个事比较 不是 就是你能让我 你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 不是也不是 什么 我觉得 都没猜不准 不是这样 我从女性的心理分析一下 因为我也试着就是跟那种啊 有钱的 跟社会地位高的相处 我后来觉得我特别 就是尤其两性的相处啊 男朋友什么的 我觉得我这 我真的不喜欢我那时候的自己 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总会怀疑 他们就是不知道看中了你哪一点 就是大家 大家就是形容霸道总裁 让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很美好的 就觉得哎 这很美好的故事 但是你不知道那灰姑娘 整天多紧张啊 就觉得她到底看上我什么了 对 对 然后然后比如说我当时 我就会整天就在猜 就非常没有安全感 觉得她今天对你好 明天就会对别人好 而且你总在猜 就是她这个 在你身上看到的优点 你其实并不存在 就是所以你不喜欢 那个时候的自己 对 而且你花着别人的钱 也没有什么安全感 你会花了吗 我没花 我都没花 我都那么紧张 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 也不是说自私 就是你觉得 你每一天跟她在一起 你都是 就后来都挺折磨的 钱花了以后就不紧张了 就是反正也就这样了 主要是没花钱 对 所以她紧张 就是我觉得 不要小看这个娱乐明星 就是咱就说这个星 刚才这个 这个汪老师讲的 我一下想到 我最近看的一纪录片 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 你评分很高的 英国拍的 就是行星 嗯 行星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应该叫八大行星 八大行星 就行星是怎么形成的 它那个都是最新的科技了 用的都是那个探测器 降落到上面拍的那个 然后你就会发现太阳系是活的 然后你会看到有的行星是这个行星 撞了那个行星 撞击形成的 你知道就是我就想到这个明星 就体量大的这个婚姻呢 不管是节和是离 它引起的效应都是天文效应 你确实 你知道就是人家咱这个学历史的 您讲这个事 我一下都能想到 这个明星婚姻的这个意义啊 就按照您说这个意义啊 有点回到婚姻的当初了 就哈布斯堡王朝 或者汉代的和亲 因为当你身上聚集的资本太大 就或者说他身上关联的资本 那真的是当关联到一个 这么大体量的时候 你们的结婚 哪还是什么爱情 不爱情那么简单了 当年的欧洲的合纵连横 一个王朝就靠着联姻 能统治多半个欧洲 都是我们家的 欧洲的丈母娘嘛 哈布斯堡王朝 哈布斯堡王朝 就是你看 那就是跟这个道理一样啊 就是我们这一节 那换到今天的这个商业社会 资本社会来说 我们这一节 多少资本就够合在一起了 我们这一离 多少股票就焰消云散了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 回到咱就知道 过去那个罗密欧与朱利叶 对吧 就是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恋爱中的两个人 他也很难像咱们 小民恋爱那么单纯了 当然 他得考虑 比如说咱俩 哎呦 我也意见争情了 但是一下 然后这影视 那个影视 你说他会这么考虑吗 或者说他决定了 我要跟他好 那是不是一帮CEO 就得跟他聊聊这事 当然 这是肯定的 这个他的经济团队 他的宣传团队 每天是在开会的 看着你们俩今天吵架没有 开会 是啊 包括俩人 如果他要表白 怎么表白 他有大的文案组 他的团队一起帮着他 我还听你说 跟这个电影 这个什么时候出来 选角都能扯上关系 当然 都是这背后的交易不一样 爆爆料 可以不点名 爆爆料 不 倒是我是说 明星夫妻啊 我有一个经验 这个经验是什么 我们经常码 码这个演员盘子的时候 经常会有人说 男主角找谁 女主角 找他们俩吧 他俩是明星夫妻 我这样 男一号也有了 女一号也有了 我说咱千万别 我说找演员 人家出去一下 拍好几个乐戏 我认为 他们不愿意 跟对方一起待好几个月 他们想自己待着 事实证明 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 我听到的 他们分析 那个离婚原因 恰恰就是因为 这个艺人 聚少离多 各自在两个剧组 这不是 但是你看见 有个别的 老爱腻在一块 上一个戏 很少了 已经 对对对 那为什么呢 工作是工作 回家见着他就行 工作天天上班 还一块 不愿意 如果能选择的话 尽量分开 也有利于工作 你像我们朋友圈里就经常听啊 就说哪谁够爷们儿啊 家伙这个离了婚 净身出户 说现在还拍戏呢 就每天365天 就为了就是说 把钱都给老婆了嘛 嗯 那么所以就接啊 什么戏都接啊 有几个这样的男演员 就是过两年再离一次 再离一次 离婚拍戏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就是特喜欢 结婚分财产再接 谁喜欢 他就这个 我碰见过这个男的 他不是这个明星啊 就是生活中有职人 后来我说你这好 您这辈子过日子 就是说 结婚生孩子买房子 离婚 结婚生孩子买房子 这这么一套程序 这辈子就这么过来 平均七五年来一回 每回都跟真的一样 所以咱老百姓关心的 就是那体量巨大的 我跟你说 你知道那个贝索斯吗 亚马逊的那个 亚马逊的那个 是创始人吧 这家伙 哎 4700个亿 4700亿 当然就说 他老婆也是相濡以沫 这么多年 他老婆也挺独立的 挺有出钱 邪小说 特别激励我 我跟你说 我为了向他们学习 我专门来一点 就是说 2019年1月9号 世界首富贝索斯 在推特发文 你看人家说的这个 是怎么写的 就是说 我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 我和麦肯齐的夫妻生活 出现了新情况 正如我们的家人和密友 所了解的 我们俩相爱了几十年 但后来不得不尝试分居 最终我们共同决定离婚 但仍是以朋友的身份 一起生活 我们感到非常幸运 能够认识彼此 婚后的每一年 都是我们感恩不已 即使我们事先知道 关键和这句话 即使我们事先知道 我们将在25年后分开 怎么样 我们还是会选择 遇见彼此步入婚姻 这就是您说家家耗这个了 对吧 九千多亿 将近一万亿的这个钱 就是一人一半 而且那女的 其实把大部分的钱都捐了 就那女的捐了很多钱 所以真的是女性楷模 我的人生目标 也是得一大笔赡养费之后 成立个写作基金什么的 对我觉得做出贡献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 因为他还是动用了 很多的媒体资源 就是包括去 因为他自己是出轨 然后就是去美化 他还是出轨了谁的闺蜜 对 他出轨了他的朋友的老婆 好像是 所以我觉得这对女性来说 是不公平的 因为她拥有的这个话语权 会更多一些 但这女性 她老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一直没有说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体面的这个方式 就没有撕到特别难看 但是我们娱乐圈呢 其实现在越来越狗血呢 很重要一个原因 其实是舆论环境 对他们来说严酷 这说的对 因为严酷使得他要撒谎 其实越严酷的情况下 他越要撒谎 越要伪装 越伪装 一旦伪装戳破以后 就特别狗血 所以我们很多所谓人色崩塌 也是因为现在游泳压力特别大 再有一个社会本身也越来越狗血 还有好多 我有时候看到这烂七八糟吧 咱们个个狗血 个个你看着就没逻辑 个个你觉得这事要是 由汪海玲大编 你编出来大家都说瞎编 但它就是个真事 对 今天就是这种类似瞎编的真事 越来越多 我的一种心理 我问问你们啊 就是说我私下里也爱八卦 说这个说那个的 对吧 但是我这个底是什么 我从来没认为我说的是真的 这就是我的娱乐 你闻吗 但是我意识到 我周围有些人呢 包括有时候去小饭馆吃饭 我听旁边那人桌 那桌说啊 哎呀 还算明明就怎么怎么着 理人就怎么 我听一听 我觉得他是真相信的 就他真以为是他 分析的这样啊 我虽然是使用着这些个名字 但对我来说 这不就是个段子吗 是一种聊天高兴 对我不就遇到过 我就跟你说过嘛 就是我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 我被人认出来了 然后呢 他们就在 就在那些议论说 哎呀 这是谁啊 说这蒋方舟 蒋方舟你都不认识啊 说蒋方舟是谁 蒋方舟北大才女 现在跟窦文涛在一起 这样我当时 我又在拍广告 我又不能 我又不能说 哎呀 也不是你这样 我终于觉得我的节目 取点钱了 还能坎成匪文 他其实 他说得非常确凿 就当着我 对他认为他就是 就是 这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觉得我有 我现在在这个 舆论混乱的环境下 我有时候又变得像 这样 您能理解吗 就是说 我有时候不相信 人私下里说的 我相信他表面的声明 这也是一种情况 您知道吗 因为你比如说 一个大家 这个娱乐八卦报道 说他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回事 这东西谁都不要负责任 但是呢 如果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他出来发个声明 他这个话呀 我觉得他得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说话可以说的有技巧 但是将来不能给人家逮住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我反倒宁愿相信那个表面的 官方的 官方 就是官方的 公而告之的 因为那你自己公开打脸 那倒是美国有个学者呢 他政治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 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叫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我们吃瓜群众呢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 想象的共同体 所以娱乐圈的故事 它的真相是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就是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共同创造 共同完善 这些狗血的故事 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进去 而且互联网时代 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发表意见 包括您说的 包括我看到林志玲 这个结婚以后 我也换成了岳云鹏的导航 对对对 那明星配合这种想象吗 就是为了明星配合这种想象 我觉得是在配合 有的时候甚至有意义的迎合这些想象 所以它也是现在商业社会 就是娱乐化 商业化以后的一个新的现象 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就是去迎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能看出来 你看他那个发表那声明啊 你要逐字逐句的 我现在是懒得惹事 过去啊 我就逐字逐句的敲他那个话 分析他那些话 什么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 我们依然是什么 还是我们 还是我们啊 你要是个正常的事啊 你要向社会宣布 理论上讲你可以不宣布 你宣布是说我们今日离婚 将来依然是朋友 就很简单了 对吧 现在都说的 你发现很多流行的话呢 都是从这声明中来的 比如过去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叫且行且珍惜 对吧 您都熟 且行且珍惜这话 根本好像我印象中 送他一本什么文件 就是这话了 但是他抄下来以后呢 这个话过去没那么流行 一下就流行了 所以都且行且珍惜 然后这个什么我们 不是我们 我们还是我们 就这个句式 现在我看到那个网上 到处都是来套用这个句式 丰富了汉语识 对 那么在这点上 你就能看出来 他们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呢 要利用这件事 是吧 他把它非常的文学化 然后加 有头有尾 有头有尾 加上了很多幻想空间 对 而且写的呢 传播性很好 对 传播性很好 然后呢 半长不短的 他还不给你落落八缩 写特长 他也不给你就写一句话 他给你弄的那个恰到好处 所以这个传播 像他们这种 结婚离婚的这种事 都是过意的嘛 那肯定点击都是过意的 我觉得就在玩火 我不是说这些明星在玩火 我是说他们已经不得步了 就是你知道 就可能是 就是岁数越大 这人越倾向于这个保守啊 相信这老辈子人的一些道理啊 我真是觉得 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觉得 现在咱们说谁火呀 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词 我就觉得不吉利 就说像这个年代 就说哎呀火了 终于火了 好家伙 你一边 甚至于你 有时候觉得特可笑 有时候你看一剧组啊 我两集 先是剧组内部造这个气氛 火了火了 火了吧 好像火了 火了 你知道吗 太傻了 但是有的可能光机就正火了 我就说这为什么不吉利 火了是什么意思 那你不就是烤鸭了吗 就是控制不住了 你下边 你火了之后 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吗 你不就是在火上面烤的烤鸭吗 然后呢 所以我就说我玩火 我说玩火 就是我就说了像那个行星那么大的体量 你到自真俱灼 然后呢 你想在这个里边牟利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需要诸葛亮一样的 诸葛亮都玩不赢啊 那那那那 这面对着这么诡诀多变的这个这个互联网啊 这个这个民情 这个愚情 你真以为你是弄潮儿 你能 所以我们中间这个舆论这个发酵啊 它经常有变化 之前呢 比如说出现了出轨的事 出轨事呢 那么这个主人公的这个太太的态度就非常重要 他如果不原谅 这个男演员就瞎了 嗯 他一出来说 我原谅他 我接受他 基本上舆论就平息了 就人家媳妇都不管 你管了 你瞎着心 你三个马蛋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用这个方式 就是做太太工作 嗯 比如说经纪公司公司 居住 得做太太工作 安抚好 那么后来呢 有些时候呢 又发现 比如说女方出轨了怎么办 然后呢 哎 后来说 他们早半年前就离婚了 哦 那离婚了 就不叫出轨 那么也就 经济损失就被挽回了 你如果说 那是不是民政局呢 是不是半年前就离婚了 那不一定 但是你只要把舆论压下来 那你经济上的那些问题 比如说合约问题 你还要赔偿呢 那些就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我 我说我是一个反八卦的一个人 我就看到的所有八卦 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后面的情况 就说 哦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息后面 有些是猜得到它是什么原因 那既然那么复杂 当初为什么轻易结婚呢 结婚有的时候也是从利益的角度 就是 可以看到很多成功案例 就是原来他挺红的 他也挺红的 但他俩一合以后更红 哦 这个就是双赢 甚至携手走学 对对对 那价钱可不是翻一倍的问题 对对吧 部分整体大于部分之后 因为他这个就是用现代化 他突破圈城了 就是原来是娱乐新闻 他现在还可以进入到 比如说社会新闻 还有比如说家庭 家庭类的 他身子也更多元了 对对对 你觉得他们真希望更有名吗 我觉得是的 没有一个演员是不希望有名 我可能 我要说肯定人家骂我 装人家骂就骂 但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 就适可而止 真的 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无比的凶险 这是日子过得可以了 对吧 虽然咱也没什么资本 这一两年还真的是 我现在真的觉得怕出名啊 怕出名啊 我原来有一次跟那个尔中生导演吃饭 然后他说我特别感触 他就是说 因为他从小演艺世家 家里全是演员 他说他从小就进入演艺圈 他见过所有上过这个 到过山顶 见过巅峰的人 很少有善终的 就到了后面 就是疯的疯 惨的惨 有的他可能是接受不了 这个这个 他稍微有点下滑 然后就会疯狂的扑腾 越扑腾越下滑 所以到后面 他说晚年很惨 他说像他这样 他说他是自认为一辈子 没有登过高峰 见过那个 见过山顶的人 但是他说 你看我现在还有 还有饭吃 还能拍戏 然后还能提携 底下的这样的导演 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 然后我当时就想 我也要做一个 稳居二线的人 因为这样 我觉得见过高峰的人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惨 因为他接受不了 他往下滑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 这心态还挺可怕的 真的是这么回事 你说你比如说 像你说的这个 好比说明星找明星 他我现在听了你说的 我开始相信 就是说他不可能 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我原来甚至可以简单到 我认为最早就是两个人相爱 跟普通人一样 很多资本的问题 什么的问题 这是后来才考虑的事 第一总是我们相爱吧 你的意思还不是 不一定都是这样 因为有很多成功案例 你以前我们最早知道的 像山口百汇 跟三不有何的关系 他确实 对 因为他俩在一起 他是一个国民关注的 一个国民现象 全国人民不允许你们俩分开 对 就到这个程度了 你要这么说 甚至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没准他们俩 也可能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 也有不那么美好的情况 但是人民军众不答应 人民军众不答应 你看他这种事 因为这两个人 都是在结婚前的时候 都非常有名 尤其山口百汇是大名 然后他结婚以后 迅速退出演艺界 而且到今天他也没有付出 起码他这个婚姻的 这个大部分 这个历程都走完了 你知道在中国演员就不行 中国演员所有观众认为 金童玉女的 全都走不到一块去 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 你看那个谁 就是原来林青霞跟秦汉 那个在我们这个年代 年轻的 我像他这岁数 所有人都认为这俩人是得结婚 如果他们俩结婚就应该是像 山口百贵这路子吧 他肯定不是 就是 我不知道 我现在说话有点谨慎 所以这演艺人员 他确实有一个特点 就是 就是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期待 人民群众的期望 人民群众希望你们把 从戏里演到戏外 对吧 甚至你们成为国民夫妻 我一直觉得这词也挺逗的 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 咱们年轻的时候没这词 国民媳妇 国民什么老公 国民什么 哎哟天呐 我想那那个人他得背负着多大的压力啊 这国民老公要离了婚呢 就是 老百姓不再去操这种心 就是说觉得同男育女的这帮演员 他应该凑成一对 觉得生活中就应该如此的美好啊 从相貌到能力到什么都是一些 但是突然发现我们这社会绝对不是这样 你越漂亮 你越有成就 我现在说的是女演员 我对女演员表示尊敬 先把这个事尊敬的女演员 对 他就一定在最终不是按大众想象的去走 尤其是